多大樓電梯口年輕男女拉扯 綠色外套男子按電梯要上樓 長髮穿短褲高跟鞋的年輕女子 卻拉開大門要往外跑被拉了回來 兩人僵持拉扯 女子跌坐在地上 他頭前有車滾 這年輕人的感情 你自信都會等於出事 這時候一名清潔婦人經過 擔心女子安危停下腳步 女子想要出去又被拉回來 再度跌坐在地上 後來婦人被推出去之後 眼見狀況不對去搬救兵了 兩名人高馬大的男子來了 是隔壁大樓的按摩師 一個幫女子拿包包安全帽陪他上樓 另一個站在男子旁邊防止他在動手 但是男子說女友喝醉 所以不讓他再出門要他上樓去 前方接獲報案趕到現場 是位在台中市的一棟大樓 27歲的同姓男子還在現場 女子23歲姓賴 雙方是情侶 女方事後也下樓說明 雙方身上都有九位 擔心有妨害自由或家暴情勢 都先帶回派出所 女子表示因為跟男友意見不合 發生爭執不會提告 還找來男方父親到派出所協助溝通 慎重起見 情況依職權通報家暴案 保障人身安全 TVBS新聞廖凡一黃國軍無疏評 台中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